最後一位受測者夢多 對演藝事業最有野心的他 碰上假外景主持人選之爭 會為了利益出賣詠情嗎 有一個外景的節目 對 要找主持人 然後他們要找老外 然後一定是從我們想要成功 我們都跟妳講 假如要找一個partner 妳為什麼要找誰 要上學 為什麼 一個 她的國語兵 必有好 對 所以 對 她是一個德國人 國語兵人 很好 對啊 不好 笑我來的好不好 我覺得很獨立 我看獨立的房間有點像 都很聰明 你都沒有想到說 巴比歐跟妳答對 巴比歐太多工作了 算了 你不用考慮到這個 韋佳德中文也很好 你怎麼不想跟韋佳德 韋佳德OK啊 而且 我一開始我跟韋佳德 你知道我跟韋佳德 我再去找他 他也不喜歡 韋佳德 我們現在很好耶 是喔 我跟他 不打不相似 對啊 可是你一定只能做一個選擇的話 你要怎麼樣 比較自己開心的話 你自己喜歡的話 想跟他不打對不對 但是難力來的話 我覺得少小的時候就難力比較強 但是他最大的學理就很挑食 你叫誰呢 叫誰 叫誰 我這幾個朋友 你最喜歡的那個小學 開心 開心 為什麼 突然冒出一個開心 沒有 沒有 你剛剛從都沒有講到他 你現在突然 對 因為不是 從找到缺點 少小 他沒錢 我跟少小在一起 我會破產 就是一樣 然後馬丁 他太陽合作 爸爸 他也帥 不行 沒有 我跟爸爸說句的話 就是很多女生 爸爸 媽 多不少 那我會 我在哪兒 我在這裡 所以凱琪是 任何色色都沒有 對 色色都沒有 他很可愛的 好 然後很好配合 對啊 夢哥 我比你難過 好邁家當是好萊塢 誰要你不信 你是外景節目 怎麼可以差那麼多 不是因為製作人跟你說好萊塢 你就會覺得他在騙你啊 冷真冷的這個計畫 為什麼這主題不一樣 因為你就不適合好萊塢啊 而且你們都 我們都很相信耶 而且我哪一天 我們把他就通告 結果就是說那個 就是那個我們就說人說 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講 我退掉那個通告過去 結果你們是真的 我會告你喔 我會告你嗎 我們剛剛是說 綜藝節目的外景主持 你為什麼說少俠不適合 超級不適合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就是 少俠那個外景節目 吃他自己的 我去幫忙 就支持他 我們一起上節目 然後問題是 譬如說他開始吃 那個外景節目是美食的 一定要吃東西嘛 然後我們吃那個原住民的菜 那很多那個山豬啊 還有那個蝦子 小小的蝦子 然後通常是像我吃的時候 哇 いただきましょう 好吃之類的 少俠你知道嗎 看到那個蝦子 有妥耶 這個怎麼吃啊 滿好吃的 帶他去吃 誰要看這一串啊 幹嘛吃吃 這怎麼路嘛 還有不是這個喔 因為我少俠 我吃到他不敢吃那個 這個蝦蝦蝦 所以就是我來演這個東西 然後呢 心裡想說我知道少俠喜歡吃肉 吃肉嘛 所以那個有三豬肉 結果還繼續肉喔 繼續肉喔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 真的不適合 它不適合外景 你真的不適合外景耶 如果今天要找一個人 給你去出外景 你會選誰 當修夢多啊 他終於說出了心裡話 真的 那你有沒有覺得他義氣嗎 有 很有義氣 很有義氣 你沒有覺得 很有義氣啦 他就是把比他帥的 中文比他好的都排除掉 對 好啦 所以你有義氣和氣 謝謝 那你們來台灣這麼久 會不會覺得台灣人 有一些講義氣的東西 是你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 乾杯的時候有一個 我覺得是不好的習慣 就是 然後 沒有喔 是眼神只要對到喔 對到對到 像有一次 我剛認識一群新的朋友 然後他們就找我去夜店 就認識這個圈子 然後 就差不多有十幾個 我不認識的人 他們就一個一個介紹 這個是小一 小二 小三 重點呢 小一 小一喝一杯乾掉 小二乾掉 小三乾掉 乾到最後 我真的好想回家 我以為已經受不了了 這不是台灣的傳統 這算義氣嗎 是啊 台灣只要眼神一堆 對啊 喝酒喝啦 這也是一種禮貌 對 禮貌禮 日本人不也是這樣喝酒 日本人沒有就是 一開始就是乾杯 就這樣子 就第一杯 其實日本人都是自己喝自己的 對 所以這樣看起來 日本人是沒有義氣的 但我必須要幫夢多說 我覺得夢多是很有義氣的 因為他已經被同化 是台灣人 我覺得他現在有變 應該是 百分之七八十已經變台灣人 因為上次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因為他家住宮崎嘛 然後我很喜歡喝九州的燒酒 我就跟他說 那你下次回宮崎的時候 你可以幫我帶罐燒酒 他就說好...就是在你們節目 他說好... 就是...就是這樣 好... 然後我就覺得他一定會忘記 結果後來 下一次我來錄影的時候 他真的拿了一罐燒酒給我 真的覺得他有義氣嗎 我們不管誰請他幫忙帶東西 他後來都在節目上 大大的咖啡禮 真的假的 我這一首真的買回來啊 他拿...有拿給你了嗎 有 他拿給我 喝了嗎 我喝了 沒有... 沒有下藥 沒有下藥啦 好端端的 他好不容易 我們跟他說拜託他買泡米 他真的買回來 買過期的 屁啦... 是你們不吃耶 這很過分 我怕他們買回來 還不吃耶 臉大概都沒有開 是 有 Ruby覺得台灣人比較講義氣 還是其他國家的人 比較講義氣 我覺得相較之下 因為我遇到的案例 或者是我聽過的都是外國人很講義氣 因為像比如說 有一群是 就是比如說他們幾個 四個人都是好朋友 然後比如說少俠真的很窮 很窮很窮 然後他們都住在不同的國家 結果他們就是有一天就講說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我們這個四兄弟 真的應該要到某一個地方來聚 可是少俠就沒有錢啊 然後其他三個人就會說 好 沒關係 你只要想辦法籌到機票 然後你來那個地方跟我們見面之後 其他都是我們付錢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我聽過 很多外國人會做過的事情 或者是會想到的事情 可是台灣人就會 你知道 有個人要結婚了 幾個好兄弟說 我們應該在結婚前 我們應該出去聚聚啊 然後等到真的那個人講說 好 那我們要這個時間囉 已經拉出來 我們比如說去峇里島 然後突然間 時間一訂出來之後 有一個人就說 對啊 因為你知道那個 我要去那個出差啦 然後對 我老婆 我女朋友怎麼樣 就一堆事情跟藉口 然後到最後這個旅程就會 走 就是無法行程 LG 對 小鐘 這怎麼辦 搞不好 大家都有事 可是我就想要這樣講 對啊 譬如說我們有時候 譬如說要去參加朋友的婚禮 那可能之前他跟我們講 我們一定會去 但後來臨時又有一些事情 或工作的話 我們沒辦法去朋友的婚禮 這會很常會有這個事情 不是啊 就是就算有一堆尾牙找你 人家已經跟你講好了 你不能推掉尾牙去嗎 尾牙不一樣 尾牙是賺錢 尾牙是賺錢 工作還是很重要 可是問題是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外國人他們有些 真的會工作推掉 只要講好那一天 他們一定要聚在一起 真的嗎 你確定 來 我們問一下 所有外國的行男們 如果今天 你本來答應 比如說孟多要結婚 你本來答應要出席他的婚禮 但不巧 你婚禮前 借了一個很大的case 這酬勞有二十萬 請問你會選擇去孟多的婚禮 還是留下來賺這二十萬 賺二十萬啦 因為孟多不會結婚啦 從中了一天 ですね 這欸 你不如說 на了一下 �牙 結果 你能害怕